在社会国里有一位富翁非常有钱 他祈求树神赐给他儿子 后来他的太太怀孕 前后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小户 一个叫大户 两兄弟平安长大 各自成家立业 后来双亲也年来过世 这一天大户跟着大家 到几孤独园的菩提树下 听闻佛陀说法 内心起了很深的感悟 生起修行的意念 如果我死后 我的儿子 财产 太太 就算连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 我这么辛苦一生是为了什么 于是大户向弟弟说明 自己修行的心意后 便跟随佛陀出家了 世尊 出家人的责任是什么 有两个方向可选 一是学习 领悟并教导佛法 二是修习禅定 证悟并解脱烦恼 哦 我年纪大了 决定要禅定解脱 请指导我修行的方法 大户长老 依法精进修行 越来越得到法位 最后连晚上也不睡觉地修 而眼睛越来越坏 是兄弟一生 都劝他要躺下来点眼药 哎 从生生死死的五始轮回以来 我一直在生死苦海中 现在好不容易才遇到佛陀 我要保有这个随时会坏死的肉眼 还是法的眼睛 在宇安居这三个月里 我还是不躺下来的精进 就算眼睛坏死 我也要正悟解脱 最终因为鸡牢过度而眼睛失明 人称他为护眼尊者 三个月节下完毕 护眼尊者回到奇数几孤独园 去礼拜师尊 夜里 护眼尊者仍不断精进精行 清晨早起的比丘 发现了地上到处都是昆虫尸体 大家想 只有护眼尊者在这里行走 应该是他猜死的 于是就去报告师尊 你们有谁亲眼看见护眼尊者杀了这些虫子呢 是没有亲眼看到他杀死了 正如你们没亲眼见到他杀虫子 护眼尊者也没见到虫子 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不可能故意滥杀无辜 残害生灵 可是护眼尊者既已证得阿罗汉果 为何还是瞎着双眼 护眼尊者过去是有仪式曾经是个医生 有一次一个双目失明的妇人来请求医生为他治疗眼疾 今天再换一铁新药 明天拆现后 眼睛恢复视力绝对没问题 你放心吧 真的太感谢神医的大恩大德 真要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跟我的儿子女儿 这辈子愿做您的奴隶 来报答您的恩情 糟了 我竟糊涂地承诺要做他的奴隶 我想他是不会善待我们的 我不想做他的奴隶 我得继续假装看不见 再拖掩些时间 来 慢慢张开眼睛 看得清楚吗 还是一片漆黑 我看不见阿 看不见 还想继续装瞎 言而无信的无知妇人 想骗我 我就弄下你的眼睛 由于这一念恶行恶业 那位医生在他往后的好几世 生命轮回当中 都双目失明 那位医生就是护眼尊者的前身 护眼尊者因为受到过去恶业的影响 虽然证得阿罗汉果 仍会有恶的果报 然而除了夜报以外 关键还是他自己的意志 他决定要精进修行 不躺下休息 而导致眼睛加速败坏 但也快速成就阿罗汉果 一切是心为前道 心为主使 由心所做成 假使人以慧恶的心 不论言语或行动 苦恼就追随着他 如晚车的牛 车轮随足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